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某七在洋宾 那今天呢又跟雅雅 來到我們騎乘教室單元啦 嗯 雅雅 是不是今天要學什麼 不知道 是不是要教一些很厲害的東西咧 嗯 這個很厲害的東西啊 好吧 其實呢因為上次的我們騎RC390嘛 是 要教雅雅怎麼樣 在彎道中你要去拉離合器 結果我發現呢 這個繼續教下去呢可能會有些問題 得砍掉重練啦 聽起來不妙 要砍掉重練了 而且呢我決定要從白牌開始教你騎 白牌檔車 知道有什麼白牌檔車嗎 現在市面上講得出來的 R15 小阿魯CB系列 酷龍吧 酷龍 我沒講到酷龍 酷龍 今天就用酷龍來練習吧 你看馬上馬上覺得好像很受委屈 沒有 那大家覺得我在騎士這樣 沒有沒有 好吧 那為了讓雅雅今天練習呢 是比較帶勁的 讓大家也看得比較爽 所以呢我們要介紹我們今天第二個主角 好 移過來 欸 入鏡了嗎 是小忍者嗎 白牌小忍者 現在要找白牌小忍還很難 找不到了 對啊 大家有沒有看到 來進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 ZX250R 就是ZX250R 大家所熟知的四缸小忍 所以今天要讓雅雅用四缸小忍 來做騎乘的練習 而且呢 就是要砍掉重練啊 從最基本的開始教起 是 不錯 是不是意思 我們趕快開始吧 先聞一下 新台幣的味道 真香喔 這樣 我有適合這台車嗎 就是都穿的黑黑的而已啊 其他看不出來有什麼適合的 不怕 一樣漂亮啊 哈哈哈哈 自己講 很適合啊 有沒有 我突然覺得我那個KTM的信仰 先擺一邊擺 我想要這個 其實上一次整個騎乘教室結束啊 就是影片出來以後 真的大家的反應都很熱烈啊 那 所以我們決定要來開第二堂課 但是我其實在想說 到底第二堂課要怎麼銜接 這真的想的蠻久的 後來我發現雅雅這個 真的很多壞習慣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善的 就是說你可能跟他講說 手把要握比較窄一點 因為這個KTM的手把是比較寬的 所以寬大的手把其實你應該要窄握 那 可能很多網友就有注意到 他到後面呢 壓到後面還是沒有改過來 所以 這真的不是說你 去調整一點一點 然後就可以馬上改了 其實你是要 真的是要砍掉 然後重新練 重新從一些基本的觀念開始交起 那這一次呢 當然為什麼會選擇這個25R 就是它的特性其實是比較不同的 雖然一樣是白排啊 但是呢 這個高轉的特性呢 跟一般的檔車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用四缸的忍者25R 來教雅騎檔車 我好興奮啊 幫我放那個梗圖 我覺得現在的心情跟那個就很合適 天啊 這個不是現在網路上 照片上 影片上才看得到的 DX25R嗎 現在居然 在我的胯下 好開心喔 我覺得目前而言 可能我今年此生武漢了吧 但我的願望會不會太卑微 好棒喔 好期待喔 不知道等一下戰場會怎麼交零 好 首先第一堂課呢 你不要一直看它流口水了 好棒 先上車 教你來認識這台車 好的 那為什麼從這台車開始呢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 四缸車的引擎輸出呢 其實比較不一樣 而且小排量高轉速又更不一樣了 來看一下 當你在認識一台檔車的時候 先從轉速表開始看 來鏡頭面來看一下轉速表 你看它從17000轉才開始進入紅線區 那一般來說呢 我們在看這個檔車的時候呢 要注意就是 到底常用轉速在哪裡 就以我們檔車來看的話 常用轉速率一定是你視線的 大概從9點鐘到3點鐘方向 就這一區就是你常用的轉速率啊 好 所以大概從12000轉開始 一直到 如果是9點鐘的話 可能已經21000轉了 所以它這個設計比較特別一點 有點爆出去了 一般來說呢 就是9點鐘方向到3點鐘方向 這就是你常用的轉速率啊 但它設計的是比較偏過來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大概12000轉以上 才是它真正開始出力的地方 那一直到接近17000轉 快要進入紅線的時候 或是拉過紅線一點點 我們做換檔 這要看實際的引擎的調校狀況啊 好 再來呢 你會注意到說 儀表板上呢 有你最討厭的擋位顯示器 呵呵呵 嘿嘿嘿 咳咳 咳咳 好 擋位顯示器在這邊 這就是我們新手呢 比較需要的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騎士一般來說 可以有哪幾個操作 首先呢 我們右手的部分 就是油門 你可以做油門的操作 再來是前煞車 可以做前煞車的操作 好 那左手呢 你可以做離合器的操作 離合器的操作 離合器的操作 那再來呢 左手右手一起呢 你可以做 跺腳的操作 那我們的右腳呢 來看一下喔 這邊是 煞車的操作喔 可以踩煞車 那我們來猜猜看 好 踩煞車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重心還是擺在整個踏桿上 然後用腳尖去做煞車 再來呢 我們左腳的部分呢 就是做一個 左腳的部分呢 就是做一個打檔 踩下去退檔 然後升檔 這就是我們一般來說 最常見的部分 再來我們來做一個騎乘的姿勢 我們一般的騎乘位置是這樣子嘛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要起步的時候 可以把重心往前移一點 那如果說你要減速的時候 可以把重心往後一點 就是原本在大腿這邊 轉移多一點到屁股 可是你位置並沒有移動啊 你的屁股並不會 做到後面 做到前面 不會這樣移動 你還是維持在原本的位置 往前趴 讓重心轉移到前面一點 往後做一點 讓重心一樣喔 一樣的位置可是 怎麼樣 已經往後移動了 所以是這樣子 跟這樣子的差別 好這就是前後的移動 好那你來試看一下 會不會左右移動 好左右移動很簡單啊 屁股不要動 上半身 往內一點 就是 往內側 好那上半身 往外一點 就是過彎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會做一些 左右的移動 所以重心還是可以移動的 就是前 後 跟左右 或是說你可以 做比較立體的移動 往旁邊 又往前 或是往旁邊 又往後 這都是很多種組合啊 這樣有了解了嗎 了解了 好這就是第一堂課 是的老師 第一堂課的感想呢 就是 其實剛剛在南講 比如說儀表操作 然後什麼認識車 這個都很好理解 但是在重心的部分 我覺得比較 比較難一點消化 因為在我的印象中 好像移動重心就是要 除了左右 要移動身體沒有話說 但是前後移動重心 居然屁股不用動耶 但是實地上 我覺得還是要透過練習 才可以知道說 大概是怎麼樣子下去做轉換 在第一堂課呢 我們主要是介紹說 騎士到底有哪幾個地方 可以來操作 怎樣摩托車 那記住 為什麼要學會這些操作呢 就是用最小的力氣 來造成最大的效果 例如說 油門煞車好了 你可以用油門的控制 這個手腕的動作呢 來控制整個動力的輸出 這就是一個重點 你怎麼樣用小的動作 來製造有效 而且槓桿是大的 這樣的操作 讓整台車呢 可以非常靈活 了解完整個基本的操作之後呢 就要來實際操作了 我覺得 以摩托車來說好了 離合器是最難操作 所以這部分呢 等一下就要來教一下芽芽 好 那今天第二堂課呢 就是要教你實際操作了 好 首先呢 先來發動 聲音有沒有不一樣 有 超不一樣的 好 我們來聽一下 好棒喔 我喜歡 我直接教你用一萬四千轉做起步好了 先不要 先不要 心臟沒那麼大顆 聽起來才太棒了 好棒喔 好 那今天要教你的呢 是怎麼樣控制離合器來做起步 好 那這個離合器起步有一個重點就是 當你在放離合器的時候呢 其實你在放到某個點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半離合磨合的感覺了 這時候大概你在撐在那邊多一點 它就會開始 車子就會開始動了 嗯 那其實呢我們還可以在這個點呢 多一點油門 讓它轉速繼續維持著 可是是 繼續帶著你起步 好 控制維持在某個點 讓它繼續磨 不要到時候磨到就突然放掉 好 那很容易轉速就會掉得過低 好 好 所以我們現在練習大概是 四千轉到六千轉之間 好 來做起步 好 也就是說 抓離合器 油門呢維持大概四千轉六千轉以後 開始找到那個磨合的點 到了那個點以後 再多放一點點 車子就自然開始動了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控制說 離合器繼續放 或者說 再加一點油門 讓轉速一直維持在 同一個點 不要掉下來太多 那你就可以繼續起步了 好 這樣了解喔 了解 有 有的 好 所以正確的轉速 我要你做到的轉速 不是說正確的轉速 我要你做到的轉速 就是我要你做轉速 它是你拿到 這樣拉上去 不是你接合以後 這樣出去 所以這個就是油門跟離合器 要做調配了 好的 就說你怎麼樣不讓它掉下來 就是繼續吹 如果你放了太多 它馬上就掉下來 那如果說可以維持在這個地方 它繼續半磨合 那你就可以繼續加大 它的引擎輸出 讓它是維持一個轉速 就是 就是要繼續上去 好的 不要掉下來 好 這就是第二堂課 這一堂課呢 是維持四千到六千轉之間 在做起步 我覺得一開始我會怕怕的 是因為它的聲音很高亢 所以跟我一般騎乘的車輛 有很明顯的差別 所以當它的轉速開始變高 聲音變大 我覺得好可怕 會有點不踏實的感覺 但是當嘗試第一次第二次 到第三次的時候 我比較習慣它的聲音之後 我就可以比較快融入站長說的 你到一個轉速的時候 再放離合器 這時候呢 排除掉聲音的影響 我比較能融入到 跟車輛還有上課的節奏這樣 所以呢這就是我現在學到第二堂課的心得 不要被聲音影響 專心在你的轉速表上 在剛剛第二堂課呢 我主要希望雅爾練習的是 一個比較強力的起步 一般大家可能在練習擋車的時候呢 都會習慣就是 離合器繼續放繼續放 那這時候你的轉速呢 可能從你原本拉到 也許三千轉 就會掉下來到兩千轉 完全結合再出去 我想這是非常普通的練習喔 我想雅爾自己也會 那我希望他剛剛做的事情是 比較一個強力的起步 就是說我們在把轉速拉上來之後呢 我們希望轉速不要掉下來 是繼續往上走 所以這時候你要靠你的離合器的控制 跟你的油門的搭配 例如說我們離合器 放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要靠油門繼續加深 讓你的轉速可以維持 甚至可以再拉 繼續拉高 這時候你離合器就可以多放 但你的轉速就不會掉下來 做一個比較快速的起步 這就是我今天在第二堂課 希望雅爾做個練習 好接下來呢 第三堂課 就要進入基本的轉向 要從繞圓開始 繞定圓開始 好 好 那等一下 等一下起步以後呢 我們就到 右邊這個場地 來做繞定圓 好 那這時候呢我會一邊引導你 你就先用固定的速度 去繞圓 我會調整你不管是視線 或是手的部分 或是你身體的姿勢 我會在你繞圓的過程中 及時來調整你 好 好 你剛剛在繞圓的時候呢 有沒有覺得好像有點僵硬 有 有 感覺你上班上好像一直撐在那邊 有 好那你可以用二檔來繞圓 好 不一定要用一檔 用二檔 我們升一個檔位 好 再來呢 你的視線剛剛是不是一直看在前面這邊 對 開始要慢慢往前看 那你就要至少往前三個 大概三個車身左右 先看到這邊 好 然後上半身呢 放輕鬆 下半身夾緊一點 好 然後上半身放輕鬆 稍微一點 微微的趴地 或是怎麼樣都可以 好 你只要舒適就好 但要放輕鬆 手要放輕鬆 然後我們用二檔 來做繞圓 好 我們再試試看 其實在剛剛練習啊 我覺得已經做到 大概有個70分了 那怎麼樣可以更好呢 其實就是你用身體 要引導的要更多 好 例如說我剛剛有教你第一步 把內側 上半身內側 稍微往裡面轉 用你的大腿夾緊油箱 那你自然呢 視覺上就會帶著你 車子往那邊前進 有 那其實你不用太在意說 它是不是真的有騎在 這兩條線裡面 先不用太在意這件事情 先讓你的視線 跟你的身體去引導的車子 繼續去走 好 那第二步如果說你要達到80分的話 其實 你速度控制上 可以稍微加快一點點 好 然後用身體去引導 除了 往內轉之外呢 可以再往前一點點 把重心放裡面一點點 所以不但往內轉 而且大概有一點就是 你要往那個方向走 身體自然會帶著車走 就是這樣子 所以第二步 我們如果說未來再繼續練習的話 就是要 身體往內轉之外 可以再往那個方向帶著它走 那你下半身要夾緊 不是上半身越來越過去 然後下半身都沒有夾 如果你下半身有夾幾車的話 自然它會帶著你過去 然後速度就會可以 再慢慢帶的比較快一點 好 好 那就是我們下一次再練習吧 沒問題 好 繞圓的部分呢 首先站長是先調整我的姿勢 因為我覺得我在轉彎的時候 右側的肌肉 因為我剛剛都是繞這樣子嘛 所以我在右側的肌肉 會異常的失利 所以好快就手痠 所以我就問站長該怎麼做改善 然後站長就說 我的身體可以面向側一點 欸果然一往內轉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改善很多 其實原來是我之前姿勢上 沒有那麼OK 導致我很容易騎車的時候疲憊 然後再來是視線的部分 視線我確實在轉彎的時候 我的點都看得太近了 然後站長剛有提到嗎 我看哪邊車子就會往哪邊 所以我看太近 變成說我車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才想到說我要轉彎 還是在做其他動作 然後站長幫我把視線往後調 確實我在練習到後面 我有發現到好像有一點點體會到那個訣竅了 所以在哪時候我有70分 看遠一點 車子就會往哪邊過去了 再來算是第四行課了吧 第四行課呢 要教你一個比較綜合練習就是 左右兩邊都要練到 就是我們上次的繞八練習 好 那我覺得小忍呢 這個四缸的小忍 因為它車身來說是比較寬大的 跟你的單缸來說呢 會比較不同 單缸來說它就會 它的整個重心是比較集中的 所以 你只要夾持好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說 重心就在你的雙腿中間 是很緊實的 很好繞的 今天用四缸的車來繞的話 因為它寬度比較大 所以左右傾倒 坦白說會費力一點 所以你要挑戰一下 那路線上呢 記得 我希望你從外面繞進來 然後貼著這個錐 到下一個彎 好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你撞到錐了 對 撞到錐 錐會痛 對不起 教練現在很心痛說 我的錐被撞到了 對不起 好 你剛剛 有一個問題是 你沒有減速啊 入彎前要減速 再轉進去啊 你如果用等速一直繞 當然會越繞越大 好 所以我要你減速 再入彎 然後 繞小的 繞過去 其實在這個練習裡面呢 除了兩邊你的彎道 要控制好之外呢 再來就是路線的問題了 其實 你從左邊換到右邊的時候 大概是左邊轉彎 你馬上就要準備要轉右邊了 就要把車翻過去 轉另外一邊 而不是說 等到 右邊轉彎轉轉轉轉 轉到這邊以後 想到了再往左邊轉 不是 右邊轉完以後 很快的就要看另外一邊了 所以你轉完這邊 當這個腳椎 離開你的眼角餘光了 你就馬上要去看另外一邊的腳椎 看它在哪裡 然後去轉它了 好 這樣你才有辦法做得好 好 繞巴的部分呢 這次是第一次用四缸來練習 跟上次的用RC來做練習 相對之下那感覺就差很多 雖然小人在轉向的時候 確實會實力一點 但是我覺得在整個行駛過程中 很好奇耶 就是我自己在執行繞巴的時候 我的問題是 視線的部分沒有調整回來 所以我一離開腳椎 但是我的心還在腳椎上面 我來不及看到下一個腳椎的時候 我已經到了 然後我才做動作 我才減速 所以呢會導致說 我減速不確實 然後我眼睛定點放得不夠遠 身體的反應跟不上 到了之後才想說 欸我是不是要開始做動作了 這樣其實都來不及 然後這維度在繞追的時候啊 滴滴三角追越來越遠 後來呢 站長有中間把我攔截好幾次告訴我說 欸我的視線要怎麼放 視線要怎麼放 看這邊看這邊看這邊 確實做了改善 所以這個部分呢 也是我之後要一直提醒我自己 在做相關的練習的時候 我的視線不要再看那麼近了 對下次我會再努力調整過來的 這一次呢我覺得經過兩個練習啦 就是後面再來是繞圓跟繞八 那由於雅雅他這次騎的是四缸的小忍 其實跟他原本用單缸的390 其實差非常多的喔 大家不要看 小忍的排氣量只有250 好像比RC390要小很多 可是實際上因為他是多缸 而且是四缸 所以整個引擎呢 寬度是寬很多的 所以整個引擎的質量呢 是大而且寬非常多的喔 所以在轉向的時候呢 整個平衡性 是更值得練習的 也就是挑戰難度是更高的 所以這一次讓雅雅雅 雖然用排氣量比較小 可是實際上呢 因為是四缸車 所以整個練習的難度 是比上次RC390要難很多啦 這當然也是為了讓他以後呢 可以慢慢從250 可能跳到650 600CC以上呢 來預做準備 而在這一次呢 我們主要練習的部分 都是油門的控制 跟轉向的時候 你身體怎麼樣 跟車子去做一個平衡 那在下一次的課堂呢 我們要做的是 煞車的練習了 好 雅雅 這一次感覺怎麼樣 有沒有感覺又在進步很多了 有 這次又更體會到自己之前 有多麼的無知 所以真的要砍掉充電喔 騎乘的部分 真的是砍掉要充電 從最基本的一些控制啊 起步的控制 甚至你在繞圓繞巴的時候 重心怎麼轉移 視線怎麼看 那才是重點啊 好 剛剛有沒有聽到 我說下一次上課要上什麼 剛剛有聽到 老師說下一次要練煞車 煞車喔 期不期待 期待 又更難囉 好 那先這樣吧 這一集就這樣子 謝謝老師 謝謝觀眾朋友繼續支持 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